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077集 丹药 这第三间洞府山门上 又禁止留下 但却并非是岁月境 仔细看了许久 王林双手掐绝 便又禁止缓缓 一一落在山石上 砰砰支声回荡 山石震动 缓缓移开 这第三处洞府中 地面上有一个圆形的阵法 阵法边缘放着圆巾 使得这阵法始终保持运转 在阵法上空漂浮这三个药瓶 笼罩在阵法内 自在以圆巾之力滋养 此刻 这阵法尽管还在运转 但四周的圆巾 却是很久没有替光 已经有很多成为了废弃 勉强保持阵法运转而已 望着那三个药瓶 王林走上前去 看了一眼地面的阵法 没有轻举妄动 这阵法蕴含了一丝 岁月劲的痕迹 尽管不多 但足以使得此阵威力倍增 更重要的是 王林看出这阵法的端倪 此阵除了保持棋内丹药 停留在丹城一刻 不受岁月洗涤外 更有防护之余 若是强行开启 立刻就会毁灭棋内丹药 周起眉头 王林盘膝坐在一旁 并未去看余下洞府 而是盯着那阵法 双目露出 推眼之盲 渐渐 双眼光芒 越加明亮 他抬起右手 虚空一抓 立刻便从楚空间内 飞出一枚圆巾 拿着圆巾啊 王林右手一捏 立刻 这圆巾就崩溃 其内圆力 疯狂地涌现而出 在王林右手掐绝之下 完全操控 向着旁边阵法外的地面移植 骤然间呢 这一团圆力便轰然而动 融入地面内 在王林右手虚空挥洞中 那地面上的圆力流转 形成了一个 一丈大小的菱形阵法 紧接着 在王林右手一挥下 这菱形阵法便分出一道细线 顺着地面 与这洞府内的丹药阵法 连接在了一起 做完这些啊 王林目光一声 右手迅速地伸入丹药阵法内 直奔那三个药瓶抓去 就在这一刹那 这丹药阵法突然爆出强光 把这洞府彻底照亮的同时啊 一股毁灭性的气息弥漫 就要冲向药瓶 但立刻 这毁灭性的气息 却是顿了一下 只见这阵法内的强光 好似被引导一般 顺着与阵法连接的细线 涌入那菱形阵法内 就在这一顿的瞬间啊 王林已然抓住了三个玉瓶 迅速收手拿了出来 他身子向后退去 转眼就离开了这洞府 出现在了山谷内的草地上 潘膝坐下 王林目光落在了这三个药瓶上 心脏碰碰跳动 他刚才极为冒险 若是有丝毫的差错 这三个药瓶就会崩溃消散 其内丹药也会全部化为乌药 司马墨与其同门留下的丹药 且如此存放 显然是极为贵重之物 王林舔了舔嘴唇 打开了第一个药瓶 一股药香扑面 这药瓶内有三粒赤色丹药 剧烈的受魂波动 从其内散出 弥漫在四周 更是使得王林那原神都被吸引住 倒出一粒 王林双指捏住 拿在眼前仔细看去 使一切丹药 王林隐隐辨认出来 沉吟片刻后 拿起第二个药瓶 刚一打开 立刻其内就飘出大片的雾气 这雾气分成两份 一黑一白相互缭绕 最终分散开 飘在半空 在这两团雾气那样 分别各有一颗丹药 十二节化物凶兽 炼制出的 雾魂丹 王林双目露出狂喜 对于十一节丹药 他只是凭感觉辨认 但这十二节化物凶兽 炼成的丹药 却是在云海星云内 极为少见 特点更是鲜明 孤儿一眼就认出 无魂丹之所以罕见 正是因为很少有人 会放弃长久 获得圆境的利益 而把抓到的化物凶兽 来炼丹 王林舔了舔嘴唇 目光落在最后一个药瓶上 神石在其上扫过 无法看出其内端 他沉吟片刻 缓缓地拔出了瓶口的木栽 就在这药瓶 刚刚打开出一道缝隙的瞬间 一股无法想象的波动 疯狂地传出 更是包含了一道双耳无法听闻 但神石却是清晰感受的 惊天咆哮 这咆哮远远地超过了十二阶凶兽 惊天动地 王林身子一阵 毫不犹豫 立刻把药瓶快速封死 这一切都是电光火石间完成 封死了药瓶后 王林面色苍白 土纳片刻恢复 望着那药瓶目光凝重 十三阶丹药 王林深吸口气 谨慎地收起了两个药瓶 只留下了第一个药瓶 拿起走向有丹炉的洞瓶 十一阶丹药 唯有修为到了碎孽中期才可以服下 否则的话 元神无法与其内凶兽之魂对抗 只能落得元神消散 吞当而亡的下场 这一点 在云海星域所有修士均都知晓 丹药可以帮助修炼者提升意境 但须极为谨慎 王林的实际修为 掏除骨神肉身 只是净孽初期 这十一阶丹药 无法直接吞服 故而需要再次炼化 在丹炉所在的洞府内 王林沉吟烧起 左眼火光一闪 立刻便有火焰迷漫而出 融入那巨大的丹炉之内 死炉一阵 膝上幻化出一片印记 缓缓地运转起来 拿出一粒十一阶丹药 王林放入丹炉内 右手虚空一拍 顿时那丹炉火焰暴增 在内部不断地炼化 二次炼丹 是云海星域修士 需要掌握的一种炼丹方法 这种方法 主要就是把高阶丹药之力 分散开 这种炼丹的方法 与丹炉有很大的关联 丹炉越好 则药效便消散越少 在王林炼丹之时 这七彩界 置身之处 远远地超过了 苍松子疗伤所在之地 那里 雾气更为浓郁 遮天盖地 使人看不清四周的一切 这里有一处祭坛 笼罩在雾气中 一片模糊 此刻 祭坛之上 突然便有光芒闪烁 这光芒竟然穿透了四周的雾气 使得雾气向外缓缓推动 露出了一片空旷 一到杖鱼城的裂缝 无声无息 在这祭坛上出现 裂缝边缘 有无数电光游走 渐渐撕裂越大 从其内走出了三人 这三人衣着明显与云海修饰不同 更加诡异的 是他们的眉心中 均都有一个清晰的印记 当前男子 眉心蕴含了一道闪电 他身后二人 其中一个青年眉心 有月牙印记 最后一人 则是眉心 有一个火焰印记 这里 就是你发现的空间裂缝 那眉心有月牙印记的青年 看了看四周 眼中露出一丝惊愤 在这三个奇异之人 来到这七彩界的一刻 潭息坐在那石像头部的仓松子 环绕其身体外的七彩雾气 缓缓地收拾 最终凝聚在了一起 把他的元神彻底包裹 一丝丝白色的闪电 从他身下的雕像内钻出 融入七彩雾气内 与他的元神结合 渐渐地 苍松子身体凝食起来 竟然重新凝聚出了肉身 这肉身散发七彩之芒 更有电光闪烁 在他的眉心中 一个淡淡的闪电痕迹 若隐若现 他猛地睁开双眼 墓内露出阴沉 比特老夫不得不走出这一步 此仇老夫若是不报 使不为人 他身子一跃而去 整个人化作一道闪电 直奔前方极致 转眼就穿透雾气 向着山脉飞去 哼 这姓吕大 被我七彩丁锁伤 即便没死 也定然处于弥留之际 就是不知道 到底藏在了哪里 不过此事也无妨 老夫想要知晓 亦如反掌 苍松子冷笑 前行中 右手虚空一撞 便有储物裂缝出现 从旗内飞出一个珠子 赵 你行者 苍松子咬破舌尖 喷出一道鲜血 落在那珠子上 这珠子立刻吸收 天地七彩之盲 转眼就崩溃了 在其崩溃的刹那 一股浩荡之危 弥漫开了 却是有一个虚幻之影 模糊地出现在了天地之间 这虚幻之人呢 看不清相望 但一双眼睛 却是透出轻明 仿若天地一切事情 均都逃不出 其目光所在 与之对望 便有种身体赤裸 全身隐秘 都被知晓得错觉 他在哪儿 苍松子望着那模糊的身影 沉申道 那模糊的身影 闭上双眼 许久之后 缓缓地睁开 看向苍松子 苍松子心身一阵 脑海内 硬生生地挤入一个画面 看到那画面后 他眉头一皱 司马墨的洞府 他在重伤之下 还能破开这洞府的禁止 苍松子沉吟片刻 墓中寒光一闪 直奔前方而走 司马墨洞府所在山谷内 王林娜 并未把全部精力 都放在炼丹上 而是清理了一下 第一个洞府 在其内 完整地布置 大量地进制后 更是扩大了洞府方位 这才打开储物空间 放出了文寿 紫文王样子更为猙獰 飞出后 冰冷的双目 在看向王林时 露出坚定 他与王林心神相通 此刻已经知晓了 王林的计划 轻声思鸣一声 沉默片刻 王林右手一挥 紫文王被卷入洞府 进制之内 有足够的援京 他不会有事 王林拿出在云海星域 一路走来 获得的大量寿魂 更取出了 在墨罗大陆 养成的变异寿魂 放入洞府内 随后取出 数万元金 落在了这洞府内的禁制上 把此地封死 以武毒门 炼化变异寿魂的方式 强行提升文寿的实力 使其蜕变成为 更强的文寿之王 唯有这样 才可以操控 风之仙界内的大量文寿 王林神石在洞府内散开 清晰地看到 紫文带着暴虐的气息 冲向一头头受魂 不断地与他们厮杀吞食 与此同时 此地的元金 随着禁制阵法的运转 化作浓浓的原力 融入文寿体内 在这洞府内留下一道神石 时刻关注后 王林沉默了一会儿 去往了丹炉所在之地 在丹炉旁 王林弹息坐下 不断地操控火焰 炼化丹药 时间缓缓地过去 转眼便过去了两天 丹炉内火焰渐渐消散 药香弥漫 王林神色平静 右手向前一抓 立刻 这丹炉盖轰然掀起 从其内散出大量的雾气 雾气渐渐消失 一滩金色的液体 漂浮在半骨 在王林虚空引动时 这些液体直奔王林而来 被它收入在三个小瓶子内 深吸口气 王林看了一眼山谷外的静默 拿起一个小瓶 把其内金色的药液 喝了一小口 这药液入铁 顿时就化作一股清凉 运转全身 隐隐中耳边好似传来一声 瘦吼咆哮 王林闭上双眼 平静地吐纳起来 静静地感悟丹药中 受魂 对于天地的名物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 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